第五十七次廣播金鐘獎企劃編撰獎得獎的是 李洛梅 劉俊義 屠豐恩 黃書偉 好好說那年 竹科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恭喜 以年為時間軸 將受訪人物與年度事件趨勢作為影子 完成好好說那年的節目題旨 對於選擇的歷史事件有深度內凿 透過專業剖析 擴展已古見晶的意義 各位尊敬的廣播人好 我們是一個外人 我是天下雜誌的共同執行長萬瑜 今天代表天下雜誌來領很意外的獎項 我們經常在金鼎獎的出版獎的時候 遇到了李部長和其他 今天沒想到是用好好說那年的專題節目 跟愛希之音合作得了這個獎項 好好說那年是天下雜誌創辦40週年的時候 就是2021年我們企劃的一個節目 那我們用了40年的雜誌 選出每一年最重大的事情 然後找40位重量級的人物來說那一年的大事 那這個事情其實不是為了慶祝我們自己 天下雜誌的生日 而是用這個禮物來獻給台灣 然後看這個在疫情期間非常困難的時候 看我們40年一同走過的重淺 還有我們一起努力的進步的軌跡 那這個背後的工程有一個現在正在國外 是我們天下雜誌的影視中心的總監李洛梅 那另外是一個1981年還沒有出生的主持人圖峰恩 我們為什麼找他主持 就是說我們希望年輕人也可以看看我們過去走過哪些路 還有我們很厲害的企劃救舉劉俊毅 那我請峰恩講一下 是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意外 那會參與這個節目也是一個意外 我非常感謝天下雜誌的邀請 那也很謝謝IC之音這邊的這個協助 那我們自己是故事團隊 其實這是一個三方合作的這個計畫 那我們很高興可以完成40集的節目 我要很感謝這40集的受訪的來賓 那也很感謝我們整個製作團隊 那看我夥伴George有沒有一些話想要講 謝謝 我沒有想到我會站在這裡 非常謝謝IC之音對我一直以來的支持 一直以來的栽培 心裡非常激動 然後還有三浪團隊 聲浪我們新創的團隊 顧立凱 陳太陽 還有天下雜誌的這些夥伴 肉媒 鰻魚 鳳恩 謝謝大家 真的這個計畫很不簡單 那麼也為台灣的歷史留下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刻 40年不容易 我們邁向下一個40年 謝謝 最後我希望說這個就是金鐘廣播獎的那個加持的一個節目 其實它真的是獻給我們台灣的每一個人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到可以再重聽這個節目 那我想我會請我們同事趕快再推出 讓大家有機會一起看看這個好的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感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Q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